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或收看电动车新革命 我是主持人舍日清 这个节目呢 希望陪伴各位能够一起了解 整个电动车所带动的革命呢 也同时的带动了产业的升级转型 我们上一周呢 非常荣幸邀请到 卫视商博泰 波莎的苏永达协理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他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 很真的是很啊来 就是非常非常深入的一些内容 那这里面包含了从心态的改变 因为电车它的这个车辆属性 跟我们传统看到的油车有一些差异 那我们过去聚焦的焦点 大概都是在电气化的这个部分 但是事实上机械结构这个部分呢 也因为电气化所造成的冲击 它必须要有更强的刚性在那边 那以至于说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 新的挑战 还是请苏协理先跟我们的朋友问好 色老师好 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这个今天我想我们切入比较 也是比较技术性比较高的 因为您是这个工程部 同时也监管这个瓶薄嘛 是的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在我们知道在车辆 传统车辆我们就知道 这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 以前要打到Tier 1 那个真的是哇被退来退去 退来退去 退到真的是已经怀疑人生了 但是呢 哇到电车的时候 这件事情恐怕就更严肃了 嗯哼 它有不同的方向 是 因为它用到了电 所以电的方式跟传统的机械 有一点点的不同 在应用段 是 在用到电的时候就像 就防水的功能 就比较需要多 所以就意思 IP65那种防水等级 就会被考虑到蛮多的 当国际化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 这个国际大公司 他们在不同的国家 因为每个国家 都有不同的强项 那节长 补短 那就会使得整个 公司在业务上面 就会展现非常强的竞争力 这个我们看到 过去呢 台湾当然从组装的观点 一定是世界一流的 那过去这30年 可能把这个世界工厂 在量产部分 让给了中国 但是中国现在的状况 也不是太好 那所以 就是说 好像台湾的地位 又再一次的被凸显出来 那也就算 组装这件事情 如果从一个小零件 叫做扣件的观点来看 您所看到的一个趋势是什么 因为在中国 他们虽然有很强的优势 在一些大中产品上 他们的竞争力非常的强 那 他们的金属好像也蛮强的 就是金属的这个基础工业也蛮强的 对 他们金属工业 其实很多像材料上 因为他吸收了全世界很多的工厂技术都往中国去 所以他们在短时间吸收了很大的知识量 技术量都在统一个中国 所以他们的产业链 说实在非常有竞争力 是的 那相较于中国 如果说台湾 就是刚刚您提的这个 台湾如果是一个组装的一个COE的话 我这样子讲 当然不见得是公司的定位 但是就是我的理解 就是说他在全球的博态的角度里面 他其实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的工作 在engineering 在开发 在量产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扮演一个输入的角色 像我们公司在台湾分公司这里 我们的定位除了帮台湾的产业 在组装上持续能够进步之外 那我们也扮演一个桥梁 就是把台湾的能量输出到全世界 那像当全球其他国家 他们在开发的时候 发现了有一些困难 那我们会用台湾的能量 然后去协助他们 那我们公司也是扮演这样的桥梁 所以把他们可能的设计图 拿到台湾来生产 那生产上面有什么样的技术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协助国外的一些厂商 来做修正 来做设计的变更 那也是台湾这边的强项 可以提供给国外的朋友们 所以台湾可以主导设变 是的 哇 那这个厉害 好 那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 现在因为 现在可能电动车也会走向M型 也就是说高阶车种可能会继续往高电压的那个领域去走 那如果杀到那个雪流城河的那边 就可能就是拼价格了 那所以如果走高电压的这边 那因为现在 里程焦虑可能慢慢慢慢会减缓 也就是说大家在快充的部分 或者说在高电压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从博泰的观点来看的话 那你们在这里面所参与的 在高电压甚至高电流也是一个 那我们在参与整个客户设计的时候 那我们通常遇到 高电压跟高电流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议题 那高电压主要做到的就是要能够绝缘 因为它防止高电压容易跳电 那如果跳电造成短路那就蛮危险的 所以在绝缘上从绝缘的材料 绝缘的位置 绝缘怎么去批复组装 那我们也会跟客户一起来探讨一起找材料 可是你们不是只做扣件吗 要做Toto Solution 比如说像螺丝的电片 它也是扣件的其中一个 那电片的材质如果是绝缘材质 那就很有用了 高电流的部分其实又更严谨了 它比相对于高电压来讲 因为如果电阻值如果过大的时候 电流大过了之后就会产生高温 那就产生危险 那所谓的电阻值变高基本上就是 如果索附的时候没锁好 电阻值会增加 温度就会升高 那就有可能有火灾的现象产生 就是说索罗斯是很有学问的 一般我们在索罗斯不容易理解的 就是因为我们在索罗斯的时候 索附的是扭力 但是我们主东西需要的是夹紧力 但是扭力跟夹紧力的关系 怎样把它结合起来 那索越到它一定夹越紧吗 这是不一定的 因为它中间有摩擦力 那刚刚老师所提到的德国 它需要等待 它可能在索附的中间的材料 它可能有粘性有流体在里面 比如说如果有塑胶的时候 塑胶它需要时间来流动 所以时间给它 它稳定了 它的夹紧力就达到了 那温度会升高是因为 当我们把两个导体要对接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夹紧 让它变成 比如说电线好了 它变成同一条电线的概念 那如果我们没有夹紧的时候 这两条电线就松脱了 松脱它产生间隙 或者是它夹到的面积变小了 它的电阻值就升高了 那如果说完全脱离 那电阻值就无限大 所以同样的概念 那如果说脱离就是松脱的意思 那松脱了 那比较小的接触面积过很大的电流 那可能就会烧毁 温度就会急剧升高 那我们在经验上来讲 我们要把扭力或者是夹紧力做到稳定的状态 这个不难 这个基本上已经有蛮多的经验在 可是容易被忽略的 反而是环境的温度变化 材料的热胀冷缩 本来夹紧了 可是却因为假设低温 它就松脱了 那就变成电阻值又不要高 那产生了危险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也考虑进去 那比如说现在有没有智能的构建 比如说像刚刚您提到的 它会随着环境的温度调节 那它可能就回传到中控 那这边可能有某一些假设 未来AI越来越聪明 它就直接就下指令 可能要做某一些的动作 智能的构建是有的 其实在比较风险的环境 比如说风电或者是核电 那他们是有一些 把sensor装在螺丝里面的这种sensor 那当它的夹紧力不足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一个温宁 但是在汽车这边 我们可能不会投入那么多成本 它就更简单的方式做到 就是我们把一个弹性体 比如说一个垫片 等等的这种类似这种设计 导入到螺丝里面 那就可以补足它的这种温度变化 那个热胀的所产生的材料变化 那就补足它 那就可以解决 那所以过去 我们也知道这个BossR 跟国内很多的大型的企业 那有非常多成功的案例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 像如果在EV这个领域的话 那我们是先跟特斯拉合作 那这个模式 后来国内在发展EV的时候 是从摩托车开始的 因为台湾的摩托车 也相对在国际上 这种Scooter型的也蛮有优势的 那像国内的品牌Gogoro 它在开发的时候也是蛮早期 就已经跟我们在开始合作了 那我们就从它在马达开发 电池开发的时候 就已经参与到他们的设计和改善的部分 所以那时候应该是在16年左右 就已经投入蛮多的 那在开发的过程中 从它的动力系统 那协助他们在轻量化的部分 怎样把铝合金材料给锁好 那一直到电池开发 基本上我们都是协助他们 把所有设计好的产品全部拆开来 那重新分析什么组装方式 比较有效率 比较节省 比较安全 那困难一点的经验的案例 是在电池里面 那每个电池芯的串联 病联 以前用焊接的方式 在做结合的时候 那为了要维修方便 那改成用螺丝锁付 才可以拆才可以维修 那在电池组里面 或电池module里面 没有很多的空间 所以我们就必须把 传统螺丝的样子 那像螺丝都有一个螺丝头 头很大 那没有空间的时候 就要把螺丝变小变薄 那锁付进去的时候 又怕它的强度不足 那就要把用热处理方式 提升它的强度 那再把焊接的方式 它本来是一条电线 一条电线的焊 那改成用整个铜板 或铝板的方式 来进行串联并联的时候 那锁付又怕它的夹紧力不足 那就刚刚我们讲到 弹性的东西 你只要导入螺丝头本身 所以它的螺丝头本身 是有弹性的螺丝头 所以就设计到这个电池里面去 所以当时开发就跟 Gogoro的工程师就有很多的合作 就在设计端就已经产生了 那假设它business model在改变 比如说它那个电瓶后来 它的商业模式其实改变 那这个会不会影响 你们在这个产品设计上面的一些 要调整的部分 是会的 因为他们从一开始 比较量比较少的时候 在做经营的时候 后来变成当量变大 它就要导入自动组装 当自动组装导入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 比如说锁螺丝的方式甚至都要 像锁螺丝方式的 有的我们说螺丝有那种 Y6角螺丝 内6角螺丝 甚至十字螺丝 那我们再帮他们导入 自动化没有人去锁螺丝的 可以自动调整 对那个螺丝孔的方式 我们就要让它 在特殊的螺丝孔设计 让它可以直接滑进去 就可以锁的方式 那种不同的设计来导入 所以要当他们变什么 我们就去引引他们 其实我必须讲 我对博泰不陌生 但是今天访问了您之后 我觉得说 我完全不认识博泰 你们等一下就提供Total Solution 组装方面 组装技术 我知道你们还有另外一套 就是很智能的仓储系统 那个部分可不可以 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上一次提到说 全球有50万种标准品的螺丝 是的 吓死人了 那这个有的时候真的 如果管不好的话会出事 比如说就以刚刚 GoGo Roo那个锁螺丝 它假设方导自动线 如果仓储这边没有弄好的话 它用错了螺丝 可能就会是灾难了 因为当产品的数量 种类变多的时候 管理上就是一个大问题 那尤其光螺丝本身 刚刚我提到 标准品就有50万种以上的 这种标准品 全世界在流通 那如果我们的 像车厂的螺丝种类 也上百种一台车 上百种上千种都有可能 那管理上就会很辛苦 那我们有一个经验就是 我们在美国 我们一个大客户 他叫Jung Deer 做农机的那种设备 他们管理大概 两万种的零组件 他们在管理的时候 就发现很难管 因为种类太多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自告奋勇 因为我们管几十万种的螺丝 我们很有经验 那这种小东西 很容易被我们一般的 生产线给忽略 或者是没注意到 或者是工资跟印制分不清楚等等 那我们用我们的经验去导入 那我们在提供给我们客户的时候 那让他们更方便的管理 更方便 最方便当然就是不管 所谓的不管就是丢给菠萨来管 那像在台湾这边 我们导入的就是 在一些小零件的管理上 我们放了一个料盒 料盒下面放了一个磅秤 电子磅秤 所以客户在使用的时候 只要他的零件数变少 少到一个我们设定的安全值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补货 所以客户就是 我可以不用管这些小东西 所以整个他们就是 完全不用花时间 在这种螺丝上面 因为管的人力 比买螺丝还贵 因为螺丝太便宜了 所以我们是把整个物流都结合到 整个螺丝的使用上 电子磅秤 它有分不同的大小的精细度 那我们就分在生产线上 已经有了 生产线上的磅秤 用比较小的磅秤 那大仓库里面用大的磅秤 所以补货的时候 会从大仓库 把料拿到生产线上的小磅秤上 然后用分包来做计算 就知道整个数量它的变化 那知道它有没有正确在使用 哇实在太令人赞叹了 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怀疑 瑞士的手表真的很精准 我们非常感谢瑞士商博达的苏永达 协理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在今天的节目前半段 跟我们分享了在很多店片上面的一些美美嘎嘎 那后半段呢 跟我们分享了GoGo Lo的案例 同时呢 也跟我们介绍了他们 用智能化的方式来进行仓储 去管那么小的东西 就如同刚刚他所说的 那个人工成本真的比那个料还要贵很多 所以真的 我们看到这些先进的公司 那或者说在那个量力的那些产品 看不见的那些地方还有很大的学问 非常非常感谢书协理 谢谢沈老师 这里是电动车新革命 我是沈日新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